哈喽各位老铁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给各位老铁带来的是我们徐宫的一款黑科技产品 就是我旁边的这款XE500HB混合动力挖掘机 首先看一下这款挖掘机的配置 康米斯发动机加川崎主泵川崎主阀 标配2.6方的缠统 然后再配上我们这个 专门为混合动力挖掘机配置的蓄能器 可以说专门为装饰而生 提到混合动力挖掘机 很多老司机可能会不以为人 的确市场上有一些混合动力挖掘机 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 不但油耗没有降低 效率反而大打折克 那么徐宫500HB这款产品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咱们先从混合动力挖掘机的制动原理说起 混合动力挖掘机主要的原理是 合理的利用动力下降的能量 传统的挖掘机 咱们这个动力下降过程中 产生的这个能量直接浪费了 那么咱们混合动力挖掘机 会装有一个能量储存器 我们会把挖掘机动力下降产生的这个能量 进入一个回收 关键是收集来的能量怎么用 我们的500HB是把这个储能器里面的能量 直接用于驱动发动机散热风扇来作业 与作业系统完全独立 互不影响 这样的话呢 咱们整个发动机不需要单独分出功率能量 来进行这个驱动散热风扇进行作业 整车操控系统也不受任何外力影响 目前呢 咱们这个500HB在市场上已经开始逐渐推广使用 通过前期的数据来分析 500HB每小时节油大概7.5升 节油效率达到了17% 真的是非常给力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测试对比 和市场上目前主流的50吨机产品装车来看 这是一款油耗与效率兼得的一款装车神器 XE500HB挖掘机 还在今年的中国共同机械年度产品 Top50评选活动中 一举斩获了